这么来劲 难枪 接锁了 直接往野河了 你想养我宁王的猪是不是 真的是 哎呀小伙子 这个有点 你这小伙子没道理的 依泽瑞尔 杰克直接来一手 依泽瑞尔 勇文 小虎的勇文不用少 嘎啦 依泽选完 今天给小虎拿个勇文 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拉嘛 这个 什么意思 下路双射手 熬凯尔 凯尔 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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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有回忆也有画面啊 当时的洪凯 呃 现在就是上路还是辅助 哦 色体 赛哥直接要打拳 哎这个万豪不太可能 也有可能是辅助 也有可能 但走斧打软斧 很难受的 他就是 宾哥太认真了 哎 宾哥 甲克斯啊 宾哥直接搞招牌了 呃 宾哥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没问题 一个宾哥对待什么 这个游戏也好 对局也好 都可以认真 这是中单的卡莎 有可能 中单卡莎 对的 因为 因为下路这确实是个字 每个火难真的得走一起 要不然没意义了 两边的五名选手都久经沙场 捷克 啊 Rookie 用着捷克的皮肤搁这抖 这个皮肤抖起来格外的丝滑啊 哎 哎 哎 有事 搞一波偷袭 如可以直接被打成半血了 不讲武德呀 的事 老波很懂啊 上来 第一个Q3 有不错呀 哎呦 小虎请代打了吧 这第一波 哎 有练过 有练过 这Q全中了 这比昨天刘少那个看起来猛一点啊 贾克斯反击风暴 再Q拟一下 没问题啊 小虎这种人 感觉追了点细节啊 马上升二 就几倍了 哎 又吹到了 来 打 执名其他出发 执了个Q 但是执名其他都停满了 最后是找到谁打起来 上了 有机会 小虎 啊 这么坏线 哎呦 小虎 用最擅长的贾克斯 哦 下路元素组合也遇到新问题了啊 啊 再回线上 啊 又来又回 又来又回 可以 哎 还真有可能啊 中路 还闪出来 嘎啦 嘎啦 干咳了 Rookie这个位置可能要被吸到 斜角力 要死了 没问题啊 嘎啦低波 我现在做出判断 嘎啦的色题比Rookie玩的好 啊 没问题 真没问题的 这色题 有点水平 但是上半区 感觉小虎低波 杀完没没及时回家 被单杀回来 现在有点伤啊 互相单杀之后 有点打不过来 哎 这波回来 打不太过呀 人家有反击风暴的 闪生 等一下 打也在 有机会忙 还是要死 又打了一波单杀 而且还在跳边回来 对位对位 对位 到底谁对位 不好说 下路也来人了 仙交闪现 南枪烟雾弹直接照住 来一套火难运作 但熊梅扛塔 最后一下 刘青松 还是倒了 而且刚刚 徐是一个跑闪 这个闪现 直接躲过了 抢手烈炉 而且嘎啦 很尴尬呀 这波三个人的月塔 好像已经顶不住 凝王还在路上 怎么办 相信嘎啦 嘎啦 相信嘎啦 好走位 相信嘎啦 空拳 可以 死不要 三个残血 凝王 有层数可以收 能跌被动 五个拳很厉害 哎呀 把自己闪现打回来了 老师把他要是想变兰凯还很轻松 哎 W闪空了 Rookie 这位置是想要预判一下 等下回程的位置 直接一个W闪 搞一波帅的 那这样 凝王来 凝王干客了 但是这个Q 我有差一丝血锁住了 应该是要死了 凯亦下一个Q 直接转死 还蹭了一层小魂 我男嘉纳美的组合 最重要的还是 这组合推线太赖皮了 这中单EZ这大招 给了个大招 先消耗力 哦呦 这么准啊 两个人都中了 这波很有机会啊 这波非常有机会 杰克先出手 一到了 纳美给一个一 杰克这个Q随便甩一甩 反正人都留到了 嘎啦盾都没开出来 结面秒了 炮也中了 薰贴脸 刘少 刘少感觉也走不掉了 枪管子碎嘴里 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女王这边 零四以前换掉一个杰克 但也 就到此为止了 是的 他这个大招 可以随时支援边路 甚至能抢别人的野怪 而且他一直推线的话 哎 而莫兰反打 但是两边的 这个伤害都差一点 南枪这波还没溜 薰又来了 尔帅怎么办 有闪现的 有操作空间 要爆速了一下 炮炮没有炮到 这边宁王赶紧把包子晒 能来得及吗 还是被南枪一枪做掉了 而且宁王这位置只能钻了 不钻不好走了 钻一下之后南枪贴脸 跑到了 跑到了 哇 宝兰这个那美哦 几个泡泡真的很准 下半军一打二 火难大招放出来 在两个人之间谈谈谈 谈走于伟文 但这个时候一打二之后 队友来了 队友来了 嘎啦怎么办 嘎啦有闪现的 嘎啦有闪现的 哦 又跑到了 哦呦 宝兰这个那美实践度太高了 对了 没问题 还在 还没走 嘎啦打不过 现在薰的战斗力太强了 七个人头已经接近神了 薰 再给两枪打不过 夜无弹 又技能过去 哇 还好有小兵啊 明这边也堵得先控龙 但是南枪直接往脸上滑 这个龙不好控啊 就炎无弹 交闪现 防止被 暴回去 再回神打 有纳美的一个技能 给南枪拉了 杰克来了 果然给一个大 嘎啦队分合了 嘎啦这边临死 以前先暴一下 自己要先暴了 暴蓝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龙也被收掉 中路 带着一个纳美的异技能 纳美闪现 暴又跑了 啊 呃 我现在这波打完我要说了 刀狗的问题 哈哈哈 真的 刀狗的问题 刀狗还没走呢 啊 是吧 还在后台呢 那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 来了野区二打一 拉到了 徐 徐 徐 一个滑布 再一个QR 还在拉扯 嘎啦 没什么办法了 大美这个泡泡空了 但刘少这个位置 被Rookie闪现贴脸了 刘少 乔 拯定了一下 小虎过来有机会吗 特别的 你已经先被收掉了 小虎下来 收掉一个宝兰 自己交一技能回去 这一波打了一个一打一换一 还可以 呃 这一波是杀了一个纳美 但这边的杰克 好帅Q闪一 但德帅这边及时一了出来 被贾克斯贴到脸上 反击风暈倒 德帅还是有点走不掉的 德帅跑不掉的 最后区里面 感觉两个人在打呀 Rookie也是骑披过来 掩护队有撤退 防御打下两个残血的人 感觉杰克有想法 杰克 打不了国抢 收到了松松的人头 小虎给一个EQ 没有中 但是自己的人头是被宁王拿下 两边很激烈 宁王很来劲 再给一个大招 想杀Rookie 但是宝兰就拿了 宝兰 还是被Rookie拿到 这把感觉宝兰要生MVP啊 这么看 绝对的 刘星赫在下路 以一敌二 旁边有宁王做一个掩护 宁王来了 游王一开 但这个位置能杀一个纳美 杀不了火南了 火南最后这个被动跳出来 宁王可能也要死 卉星把他给炸死 杰克拉伍这个位置没有闪现的 色提及一个爆爆的墙角 杰克拉伍还想顽抗一下 被抢手链卢撕了回来 那这样刘星宝 刘少要拿到一个人头 刘少也开张了 刷大招 老杀来了 老杀来了 老杀的默契 这个有那位了 你勾引一下我来 但扛兵了快走 要不然要被纳美杀了 打了一下 哎 呜 老杀 老杀了一个 塔下双杀 呃 这真的感觉MVP要给这个纳美了 这纳美有点存在感太强了 辅助开锐 辅助开锐 但是这个 Rookie对这个野斧 战斗力太强了呀 中路的防御塔 再被吃一层肚层 哦 沈现西 但是伤害不一定够啊 而且大美就在边上 这救护车 再给一个烟雾弹 凝王过来 这会杀了吧 抓了一下 换了一个1000块 给刘青松拿了下来 旁边还有宝兰 宝兰也是回到了火南的身边 炮到就死 先给大B1技能 给大B1 呜 还中了 再来一个炮 炮B闪 追过去有红buff黏 W没挂到 可惜 但这一波已经把德塞的所有技能权打出来了 还敢回头 吃Q就死了 吃Q就死 呜 杰克也是拿到了德塞的人头 嘎拉跟霓王赶过来 想收杰克 杰克这边没有闪现 给一个扎错 能走掉吗 要反打 杰克好高啊 宝兰要没了 Ruki赶过来 拿到了宝兰的人头 哇 嘎拉去绕了 这波感觉嘎拉在正面真打赢了 呃 引用这个DL队员们的一句话 你妈给你打电话 问你在绕什么 就这波感觉嘎拉不绕 起码能正面杀一个杰克 小虎跟Ruki单枪 打不过 这边有纳美的保护 又来了 蹲到 W空了 霓王就在身后 Ruki这个位置被霓王黏住了 走位扭了 W 猎蛇影出来伤害是肯定不够的 W预判了一下出来的位置 被留原地了 刺杀的位置能走吗 还想再消耗一下 差一点点 被暴死了 杰克也拿到大杀特杀 宾哥杉杉来迟 想蹭口汤喝 有点花 有点花 现在这么打的 真的有点花 真的 但我觉得这个传奇正盛时 不就是这样吗 有人再表演 就得有人被表演啊 小虎 想加入战狗 回去了 宾哥过来了 都是残局了 扎拉的半豪 没有大不了 也是催得跟张纸一样 杰克也拿到了暴走 存在 哎 哎 刘少 这南枪两枪做掉啊 三枪 没死一丝血 南枪没有大招这一波 虚也有点自信回头了 而且回来 但是军事之口 走又 南枪泡泡又中了 蛮有烟雾弹 大招好了 大招差一秒 大招马上好 刘少 要走掉吗 二 给个加速 没有大招了 又是一枪 一枪做掉 OK 因为在塔下 被泽赛拿了一个单刹 嘎拉 嘎拉也打了 走不掉 四杀要拿五杀了 泽赛 想必回家 在塔下 能走掉吗 杰克想留人 回去了 好极限啊 赛哥踢过去送五杀了 这么讲道理啊 赛哥直接踢过来了 真的 有点留不住 有点留不住 这波如果 闪现过来 杰克想杀德赛 被弄炸完 应该有机会烫死 有灰心的 那个六百块 这边杰克也是收掉了 德赛的人头 尼王还在绕 还在绕 尼王这位置 感觉上去杀火男吧 这火男两件套 你也打不过呀 他只能上去找火男了 被晕住了 被晕到 拿枪过来 鼓了一枪 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小虎受到了火男 这边杰克看起 一个反击分霸 被爆走了 干了一个风拳 打完之后 自己也没有说法的 小虎的Q3空了 小虎的Q3 大招中了 还问题 拿到了一个终结线 但这个杰克自己 也很能打呀 而且Rookie也来了 好像还是不行 小虎能走到吗 可恶 还是不行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第一波单杀证明实力 第二波被单杀 烟雾弹一下 直接反击分霸 计划解得蛮快的 闪线R被闪线躲开 刘少的反应很快 没什么办法 刘阿斌啊 这两个没什么战力啊 这波感觉蓝色方有点想打 啊 群这边顶在这个口子 发生了 闪现拉一下 有机会吗 杀还不够啊 大家打不够了 火大这个大 我爸呀 马上拿这个Double Kill 一个水炮就是命中 拿到了小虎的人头 群这边应该是要被 泥王Boss 还没死 又打起来了 一波了 中路有限感觉真一波了 推的好快 有纳美在 这样下路一破 中路的高地防御塔也拆掉 哎呦 小鸡过来找点机会 但是没人能开团 杀了 还闪过来 小刘 新滑上去 有机会 消货的GP 南枪已经正面一枪一个了 这边完全打不过呀 嘎啦也死掉 这边小虎踢下来 队友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 只有上野 怎么办 小虎 有机也回不了家 有家不能回 那只能Tim德赛 永不团灭了呀 保留下火种吧 宁王 有家也回不了了 纳美闪现过来 给一个E技能 宁王 再钻一下墙 还在操作 再点一个大姆哥 再拖点时间 再拖点时间 宝兰卡拉扛死了 队友出来了 还换了一个 呃 能流吗 Rookie这边E技能过去 再点流轻松 打出去一枪 拿到这个人头 在晒这边Q技能又轰掉了 嘎啦出来也没有闪现 爆不到 闪现了我 再一个KOP 再收一个 操作起来了 在那边贾克斯也很能打 反击多包一开 嘎啦也打不过 一个辅助的色体而已 存在操作了 真的存在操作了 打得出不了泉水啊 这样的话我们群星闪耀石第一场对局 应该是由 Team Rookie 拿下这场的胜利 GD哎呦还不推 还要再杀一轮吗 再等一下兄弟们复活 进入到再玩一波环节 有GD有GD 交机了 还是要来正面 银王这边直接一个闪现钻 拿到了纳美的人头 但自己也很难走了 南枪怼到脸上 一枪拿到这个人头 就是背GD兄弟们 等着小兵跟着拆 那最后GD拆掉 我们也要恭喜 Team Rookie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